《熱情音樂》 《熱情音樂》 大家好 又是我 今日在《寫字樓》 想跟大家介紹一下音樂 跟大家介紹一下音樂 剛才四月份來到 有一個非常日本有名的歌手 叫做《西城壽樹》 大家一定聽到 4月13日,他剛剛習他的新技 這個歌手是1970年代至1990年代 最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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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在日本,我想香港沒有人都不認識 他在1970年4月13日出生 他小時候是在Hiroshima港島出生的 他的爸爸是一個穿著樂的樂手 所以他小時候就在很多音樂裏面長大 他在中學時期,他已經經常跟朋友玩一玩合夾樂隊 他夾了一個樂隊的名字叫做Gasper 他曾經贏過Yamaha的音樂節的投影一二名 在他小時候對音樂已經有一份熱誠 到他17歲的時候,有一間長尾公司在東京簽了 然後他就去東京玩音樂 在他1971年,即18歲,19歲就開始出了第一張專輯 第一張專輯的名字叫Seasons of Love 但就不太成功了 到他出的第二張專輯的時候,就叫做 Only One Chance of Love 就馬上爆紅大紅大紙 用得很高高高的,直至從1970年代到1990年代 就非常之紅 其中最有名的一首歌,香港實色的叫Y.M.C.A. 就叫做2018年,他有心臟病 就是在日本製造的,這就是他一生的輝皇一生 請大家欣賞,直拍下來 我為大家介紹的這首 西城秀樹的一首,一首二人的歌 謝謝,謝謝 Y.M.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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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M.C.A.